本欄目由宗华厨卫赞助播出 报名热线68615868 68615868 凡人游戏我们等你 她21岁 是个性格开朗的小女生 却为何喜欢大叔男 虽然我年龄不是大呀 但是我想找一个年龄 少少比我打得多点 是什么样的男生 让女嘉宾的父母和他都如此称赞 我最开始没看到 是他们先看上去 可能觉得男嘉宾不吵 然后脑死也有塌死 吃个灰锅子 在聊天过程中 女嘉宾又为何突然提出 这样的要求 男嘉宾你们家住在家里三村 我之前看到 可不可以到你们家去看一下 相亲现场 女嘉宾的父母为何突然出现 你们最开始不是说你们不来了吗 怎么又突然躺过来了 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女嘉宾的父亲 说出了这样的话 没有 这类有点决意 面对慕名而来的女嘉宾 男嘉宾的态度为何如此 如果说不能都在一起 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们的约会能否顺利进行 两人最终能否牵手成功 凡人有喜之 缘分让我找到你 稍后为您精彩呈现 爱情考中曲 我也不放弃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凡人游戏 我是一男士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呢 深厚的环境跟平时的这个大都市的感觉 落差很大 我也是这样觉得的 我几乎是开了快一个小时的车 才找到这个地方 这种老街老巷 我已经是很久没有来过了 今天特别来这里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一位女嘉宾特别寻找到了我们凡人游戏 说她曾经在一期节目里面看到了一位男士 非常的觉得不错 最重要的一点呢 是这个女孩子的妈妈很喜欢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带着任务 来到了我们女嘉宾所住的地方 接下来就请镜头和观众你们一起跟着我去寻找一下 哈喽 这个好接地气的地方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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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女嘉宾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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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男 应该姓张是吧 我姓张 全名 张燕琴 本期交友女嘉宾张燕琴 21岁 身高1米50 职业个体 月收入30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大家好 我叫张燕琴 今年21岁 身高1米50 现在暂时没有工作在家里面 帮父母做点小生意 平常呢 性子可能有的时候会有点节 然后脾气还是比较好 然后人性格比较外向 也比较好与人相处 我姑娘虽然说人只21岁 她做啥子还是多懂事的 她是多孝敬父母的 性格还是多开论的 然后平常的爱好也挺多的 喜欢看电影啦 去KTV跟朋友一起开歌歌呀 然后尤其喜欢吃 是一个典型的吃喝 我现在没有少个朋友 然后我的最后要求啊就是 想找一个老实一点的 回国日子的 然后想找一个他 他是私的 虽然我年龄不是很大呀 但是我想找一个年龄 稍稍比我大得多一点的 因为我觉得男孩子 不在成熟方面啊 新年龄那些都比女孩子晚安 然后年龄大一点的啊 冬得疼的 更加有 而且更加会有家庭的质量感 女嘉宾的择偶要求 一 老实会过日子 二 她的知识有上进心 三 年纪比自己大得多一点 其实今天的女嘉宾 是为一位之前上过咱们 凡人游戏节目的男嘉宾而来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们现在就去听听 首先是我爸爸妈妈在电视上 看中了男嘉宾嘛 他们也是经常关注我 看那个发人游戏那个节目 然后觉得男嘉宾不错 那个性格也很好 太适合我 所以才打电话到 他们发人游戏 摆脱那个编道 然后找到那个男嘉宾 就是您把男嘉宾看上了 我们三个都看了 觉得那个 没有 我觉得还是没看到 是他们先看上你 一般人觉得男嘉宾不错 然后人老实又踏实 吃个回锅子吃的 关键是你看上没有 我也看上了呀 你看上了他哪一点啊 我觉得这个不是收入高 就是看他那个人 忠诚踏实好像感觉 你看上他哪一点啊 我觉得男嘉宾啊 人还老实还踏实 而且他们家又是在光影校附近 家里上都定居里 我们家还接 我想如果到时成功了的话 我会两家也很方便 看来我们的女嘉宾 真的很了解我们的男嘉宾啊 不过在两人正式见面之前 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 让我们女嘉宾一家人 都如此看好的男嘉宾 到底是谁呢 大家好 我是盛曹伟 今年27岁 2011年毕业于西南大学 服装设计工程专业 现在一家童装公司 从事这个校服团购销售工作 现在年次数大概在12万左右 好 谢谢 谢谢 本期交友男嘉宾 盛曹伟28岁 身高1米60 职业销售经理 月收入1万元 婚姻状况未婚 我从毕业到现在 通过自己的努力 现在在关桥 有自己的住房 然后也买了一个自己的车 现在物质条件相对来说 我觉得可以给女孩子 是一个比较安全温馨的一家 男嘉宾条件如此优厚 那为何却迟迟没有对象呢 其实我也想过 可能跟我的身高 以及我的肤色有很大的关系 我的身高是160 在之前的几次相亲的过程当中 很多女孩子其实对我这个人 没得太大的意见 觉得人还是比较好 但是就是由于身高的原因 原来在爱情的道路上 一直阻碍我们男嘉宾的是 她的身高原因 而在上期节目中 女嘉宾也是因为身高原因 选择了牵手失败 没有是身高 去一些方面男嘉宾还是听不错的 性格方面还是 外出事方面还是很好 都是身高 因为上一次女孩子 她性格比较强 然后有点女孩子类型的吧 经过上一次的接触和这一次的 让我更进一步的人 其他个人所想要的是什么 关于男嘉宾身高上的不足 我们的女嘉宾是否介意呢 我这个人不是特别在乎 男嘉宾的外貌啊 还有身高那些 因为我觉得那些都是次要的 主要是因为国家 支持两个人的事 然后那些我都不太看重 包括物质那些我觉得 人钱只要够用了呀 然后有自己的居住啊 那些都够了 其实再一次来到这个节目 我非常感谢节目之后 对我的一个帮助 然后这一次来的话 与之前相比 我之前希望找一个女孩子 就是说能够小生 她的父母 其他的也没有太多的要求 然后但这一次我终结了一下 其实一点吧终结出来 就是希望找一个有教养的女孩子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一个女孩子 或者说男孩子 只要她有教养 那么孝顺啊 善良啊 那些美好的精神品质 她都是具备的 男嘉宾情感诉求的变化 第一次上节目时 希望找一个孝顺父母的女孩 再次来到凡人游戏 希望找到一个有教养的女生 这是 我可以参观一下吗 可以 小张带我去参观一下 我看得出来你们两位 是夫妻感情很好的 所以让你们女儿 也这么地活泼开朗 这是你的闺房吗 我都是主人 见过来的房间 这晚上要是有人想从窗外进来 按得好扎实啊 会怕吗 这样离街边那么近 不会怕呀 因为我们家姨子都是 那种感觉习惯的 因为以前也是煮了一条 然后盖那种 我真的觉得 好像找到童年的感觉 一家的时候非常快乐 非常开心地来 你们两个好像 莫不关心 好像都地主 比这个事情重要一些 第一次录节目 遇到这种 就是把女儿介绍出来就不管了 就全全交给我们 然后就在旁边斗地主 无言以对 我说了就还玩 那么认真好 我先问一下你 21岁谈过恋爱没有 没有 没谈过 虽然我人比较年轻了 才21岁 然后也没刷过朋友 但是我也觉得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 该随朋友的年龄了嘛 你准备怎么去谈这场恋爱呢 认真的去谈呗 认真的去谈呗 这一家都是属于 就活得没心没肺的那种 然后特别开心的那种 我感觉 Mathus是一样的爱 我们最后还是来帮女儿 加下游嘛 暂停一下你的斗地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官才严莫商 可以看到今天 是非常和谐的一家子 实话讲 这个家庭的条件 并不是那么舒适 但是你可以看到 每一个家庭的成员 每一个人的乐在其中 他们脸上挂的那种笑容 是非常自然的 这一局赢没有嘛 赢没有 好 来来来 好 这个女儿马上要去见 这个男嘉宾嘛 好 不管谁 跟他搞得挺 跟他搞得挺 他不可以 要打牌 不是 不是 他是觉得 不是 主要是他能为 如果他起了的话 感觉年轻人在一起 好说话些 怕他那个年龄的男嘉宾 你演戏吗 不 谢谢 反正他在家斗地主 你是绝对不能走的 是不是 我可以 但是女儿 好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给女儿加一下油 好不好 来 我们一 二 三 加油 这两个人真的好喜欢斗地主 女儿去相亲 送都没送的 就继续在那儿斗 你爸爸就太狠 再怎么也跟女儿再见一下 拜拜 哎 你们真的太放心 我们节目主了 好吗 对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小红娘就带着我们的女嘉宾 去寻找那个让她心动的人 女嘉宾能否成功见到男嘉宾 见面以后又会遭遇什么样的状况 男嘉宾是否也会像女嘉宾一样 让对方满意呢 让我们跟着女嘉宾一起去看看吧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观音桥的这个大荣城 待会儿呢 你就要去和男嘉宾见面 其实我觉得你还是一个 蛮勇敢的女生的 你知道是你主动找到她 你会有没有想过 男生内心的这种接受能力 能不能够接受 我觉得我觉得第二个都不能接受的话 说明男嘉宾心里能够接受呀 成熟力太多了 过来一点 现在男嘉宾就在那边坐着 你应该知道她是谁吧 因为你看了节目的 知道 虽然现在还没见到男嘉宾 但是之前通过男嘉宾的那一期节目呢 然后虽然不是很了解她 但是感觉我们男嘉宾还是很不错 所以对今天的想起来 还是感觉很期待 但是就要看你 你的口才那么好 能不能够说服她 你是通过节目来认识她 先和你做朋友 我觉得她不一定 因为她今天特别忙 我觉得她不一定会有时间 坐下来跟你聊 因为她今天不停地在电话里面 跟我们编导说 我很忙 五点钟必须要结束这个拍摄 所以我们现在时间都很紧 我现在 我觉得男嘉宾和我都想考验一下你 就是因为你是主动来找到她 通过电视 现在她又坐在那边 我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说服她 让她留下来 今天下午和你一起喝下午茶 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 还是会有点怕怕的 是不是 还是会有点点笑说的害羞 但是没关系 把你那种没心没肺 勇敢的字拿出来 好吧 好的 来 来 来 我会在背后支持你的 好 好 来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好 走啊 好 好 今天看到南加冰的影像还是很不错 跟我期待的呀 相差也不大 因为之前也看到过南加冰的那一起相亲节目嘛 然后希望我们在接下来的 约会当中会更加愉快 我之前是看通过电视节目 然后来看到南加冰 然后去最开始是我爸妈先看中了脸 然后他们也希望我找一个踏实一点脸的男孩子 反正我也不想用外面学会 我也是比较注重看眼影 我感觉我不是特别看中男嘉宾脸外面 我觉得只要用踏实 和过日子的孩子都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的女嘉宾提到 她不在乎男嘉宾长什么样 或者身高这些条件 那我觉得不管是不是真的 我觉得当着对于异性里面 最好这句话是最好是不要讲 因为你说我当着一个异性里面说 我不在乎你长什么样 我不在乎你的胖瘦 我不在乎你的身高 言下之意好 就是告诉对方你长得像个鬼 你长得很丑 我觉得这话最好还是不要讲 就憋在自己心里面就可以了 因为我个人觉得爱这种东西 它毕竟还是建立在欣赏之上 我也晓得男嘉宾比今天可能比较忙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先暂时 坐下来聊一下 聊着一下互相的 请嘛 确实很抱歉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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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觉得你先点点吃的嘛 因为吃了半应该也太久了 没事 我压根是没有 喝点水嘛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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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喝点水 因为你等会讲我的皮肝呢 服务员 要不问一下他们 还有我们那个女嘉宾 看她喝点奶酿 你们有奶酿喝的东西吗 有奶酿 喜不喜欢奶酿油 都可以 我那个人不客气 也奶嘛 也奶得很好 可以可以 女嘉宾给我的感觉啊 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 比较有修养 然后性格也好 也比较温和 给人的感觉是小鸟于人的 尽管我们的男嘉宾 今天真的很忙 但是在女嘉宾的争取下 男嘉宾还是同意坐下来 好好聊聊 彼此相互了解一下 不知道在接下来的 深入了解中 两人又会擦出 怎样的活花呢 你是好久看到这个节目的 好久看到呀 其实你们那个节目 不是星期到星期 我晚上播嘛 然后因为晚上我没看到 然后第二天 那时候不是重播嘛 我马上看到了 他们当时在看那个 我妈妈也喜欢看法人 又写了个节目 那看到之后啊 当时其实都要到结尾了 然后看到觉得男嘉宾不丑 然后觉得男嘉宾很体贴 我就看到 我差不多就看到 你们煮蛋糕了 我觉得男嘉宾 其实是比较体贴 吃东西帮女嘉宾煮死呀 还有这种 也没有 我也想找一个 体贴一点的男孩子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还有要说谢谢女嘉宾啊 反正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嘛 也比较踏实嘛 但是男嘉宾说啊 要说产生很好的影响 我觉得还是很难 还是很难 因为我经常不能学 没有 我觉得我这来 是比你的影响的挺好的呀 谢谢夸奖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女嘉宾完全是不吝啬 她的这种表扬啊 鼓励 所以我觉得男嘉宾 今天一定是受到了 非常大的这种鼓励 说实话 一个平时不太被欣赏的人 如果得到了正面的这种 肯定和赞扬的话 她一定是会觉得非常有劲的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 今天现在这个状况来看 应该是有戏 可能我这个人也比较是缘分 我妈她经常也在说 她说可能可能之前 被遇到和死的呀 可能你另外一个和死的 在另外一个地方 跟着的呀 所以男嘉宾也不要回心嘛 可能之前四个局 他说可能说不定 另外一个永远人啊 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 跟着的呀 经过后来的沟通和交流的话 我觉得她不仅仅 具有前面的一种 比较浅和的气质 并且她说她还会煮饭啊 也喜欢煮饭啊 我觉得那真的很难对 在接下来当中啊 也深入了解了一些 然后也了解到男嘉宾的工作呀 和家庭啊 包括食材爱好这方面啊 我感觉我们都比较 相接一接 都是还是很聊得来 看来两人的聊天 进行得很顺利 男嘉宾对女嘉宾 也是夸赞不断 可是女嘉宾突然提出 这样的要求 男嘉宾你们家都在家里 三村哈 我之前看到 可不可以到你们家去看一下呀 在女嘉宾的要求下 男嘉宾决定带着女嘉宾去自己的家里看看 不知道看到男嘉宾真实的居住环境 女嘉宾会如何反应呢 你们最开始不是说你们不来了吗 怎么又突然躺过来了 她一走一走 我走我不前 小鱼子就放心了 还是着急 还是着急女儿 斗地主都不斗了 然后就一定要过来 就是 他们俩还走到前面 我先跟两位交代一下 他们俩其实没事挺聊的来的 而且我最开始因为提出 去她家看一看 男嘉宾会去 但是她反而跟我们很大方 这里女儿也很大方 而且她一直跟我说 他们俩有很多的众统话 当女嘉宾的父母出现的时候 通常来说是应该比较紧张的 但是当我看到的那一刻 我心里面是比较踏实吧 你刚才走过来很积极的 我都还没有发现 完全一迅雷不及掩耳之事 然后就跑上去我抓都抓不赢 看到男嘉宾第一眼这种感觉怎么样 我也不是看外表 我关于是看那个人 不足处的外表 我就知道她的事实过自己 她说话的感觉 你觉得她踏实不满 还是可以 我觉得还是可以 和电视上面看和现场这样看她 现实生活的人 落差大吗 差不多 差不多 他们在前面等你 不能让他们发现 我们在说悄悄话 待会你们也去他们家 正好看一看吧 好的 好 你想结束单身吗 你想找到心仪的另一半吗 来凡人游喜吧 重庆地区最大最真实的 相亲交友平台 凡人游喜栏目 真诚为您服务 都市频道每周一到周五 二十一点准时为您真实呈现 真诚相亲绝不作秀 报名热线 68615868 68615868 凡人游喜 我们等你 好了 我们的女嘉宾已经提出 要去到男嘉宾家里 但是在这个路上 可能真的是观音桥 这个地方 特别容易碰到熟人 爸爸妈妈 斗地主都不斗 突然来了 还是着急想看一下男嘉宾 第一面感觉还不错 就是不知道 待会去到他们家里 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那么趁现在呢 我们先来摇出我们都市频道 今晚送出的大奖 好了 现在拿出您的手机 点击微信发现当中的摇一摇 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电视 等待识别 123让我们摇起来 好的 都是频道 都是有理 都是你的 好 这一天那个是吧 这一天那个是吧 那是什么 那我不知道这一家人 看到这个所谓的观音桥的房子 会不会有一丁点失望 但是我觉得就算是有 也会很快地烟消云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 知足常乐的一家人 你一个人住吗 我跟我妈妈一起 妈妈今天没在家 上班去 你还是先让大家参观一下呗 好 可以 是吧 然后那是客厅 里面是 泡泡泡 这是我的卧室 那这边的卧室 然后那边是个小小的厨房 因为那房子买过的时候呢 都没让个装修 我们老是吃出来装修 或者说买点的 有钱的话 然后再送去安洁 所以说有点简朴 但是实际就是我觉得是比较正经 哇 还有菜本质 那是因为在上班的时候 自己买来做点小融蟹 所以买来做点小融蟹 现在都吃起来 不过有时候会 像酷饼啊那些 还是在用它 对 知道在用它 看来衣服坏了 还方便呢 哇 现在这种 我感觉都方便了 不过现在的衣服 一般还是不错 那是不是主持人 他们上次买的那个 那是学习计划 其实这个计划已经很久了 现在基本上中午 没有按照那个 哦 没有去管车 还是多生鞋了 男嘉宾 还换得还行吧 因为其实我从旅行 今天还是有点小小的接银 虽然男嘉宾他们家那个房子 也比较老嘛那种 但是我感觉我对屋子方面 也不是特别那个 因为我觉得家嘛 都是一个生活的地方 在说以后如果两个人 真正离在一起结婚之后啊 然后结婚啊 真正走到一起啊 然后那方面也是可以自己打拼嘛 男嘉宾本来他事业心也比较强 然后我也工作能力也还好的 我相信以后我们也可以继续奋斗啊 到时候也可以打拼出来 另外一个房子啊 都可以 今天呢 阿姨特别提出啊 刚才也讲了的 他最后还是不放心来了 对对 还是看他放心掉下来 看了人放心吧 还是不放心 放心放心 他是讲究人过日子的 好 我现在这样阿姨 那个他刚才也是很想了解女儿的情况 所以自己就走来了 我完全就出乎我们的意料 所以现在呢 你们两个先暂时分开一下 我也去了解一下你们的想法哈 阿姨想跟你单独聊一下 我还是觉得你两个人就是 比较好事 对 国家面也还是很错事 关键的是要担心那个家 担心这个人担心这个人 最后按照家的话 你晓得 余瓦尔他始终有些地方他都要闹别 在这个家里面的条件呢 可能确实是也是有一些具体 但是我们也看到女家宾的父母 好像也真的并不在乎这些条件 所以这确实是一个普世随和的一家人 女方的父母并没有对男方提出 更多的要求 像有些家庭替代的车啊房啊这些 所以这一点对男方来讲 故意来说也是一种鼓励和肯定 这一点对男方的家宾义来说 两个走到一起嘛 都看见两个是缘分啊 两个交谈 两个交谈那个是 是一个两个的缘分嘛 如果是走到一起那都是更好的 我因为交谈当中 肯定还是要 我方便上的 看你们两个的结束是说 是 我刚刚听言情台出来后 他是比较相信缘分嘛 其实我也是 也比较相信缘分 女嘉宾的父母啊 都是非常纯樸的 跟我父母也是一样的 都是非常的纯樸 然后并且他们问的问题啊 都更关心的是 两个人逐渐成家庭以后 男方应该承担那些责任 而不是顺垂的就是说 男嘉宾你必须要具备 怎样怎样的条件 怎样怎样的物质 所以说我觉得 在这样的父母 教育出来的女儿 一定是非常值得 我们去珍惜 看来男嘉宾和女嘉宾的父母 聊得十分开心 而今天的相亲 也一直进行的很顺利 不知道今天最终的结果 也是否能让大家都满意呢 真的是很久没有遇到这样一个 开心果色的家庭 给我们所有的人 包括我们男嘉宾 都没有任何的这种压力 而且我觉得 虽然今天爬了八层楼 虽然今天这个观音桥的商圈 来来回回走了很多圈 虽然今天我开着车 去找女嘉宾的家 找了很久才找到 但是我内心来讲 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这样一个 开心果色的家庭 感染了我们 人家经常说 负面的情绪的人 就会感染你负面 开心的人 就会使你更开心 就是这个原则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来做这个 终极的决定了 我会把这个时间 交给男嘉宾 因为估计他可能会有一段话 长长的一段话 想给三位说 而不单单是给女嘉宾说 在他说之前 我还是要给我们男嘉宾打一下广告 如果你们拒绝他的话 我估计电视机前 现在有很多人正在记录他的信息 因为男嘉宾来路过我们节目 也是第二次了 我还没有见到你的时候 我的另外一位编导 就有在我面前表扬过你 你的待人接物 你在生活当中的努力向上 都值得一个好女孩来跟你在一起 之前他说那位女嘉宾 可能在个性上不太符合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上 那位女嘉宾可能 或多或少 在她面前的性格 对比起来有些强势 她是一个 怎么讲呢 可能家庭条件 并不是出身就含金钥匙 但是她真的很努力 而且可能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们也看到她的细节了 可能叔叔阿姨 没有见到过那种 我们夏天拍一天 都不会问我们 要不要喝一瓶水的那种男嘉宾 但是 我们经常在电视上 经常看到 但是我觉得并不是说她给我们 就提醒我们要喝水这件事情有多么好 而且我觉得这个男嘉宾的待人接物 就能够看清楚 她在生活当中的细节 是一个在这个社会上面有担当的男孩子 所以接下来我的广告打完了 如果你们拒绝 这个机会就留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 好 接下来就由你亲自来向他们表白 好吧 加油 好的 通过今天的见面呢 男女嘉宾以及女方的父母呢 都对我们男嘉宾做出了 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五星评价 那么接下来呢 他们即将表白 我不知道这个 单纯而又开心果的小张 他和我们的男嘉宾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好期待哦 所以现在呢 我们先暂时暂停一下 因为我们的都市频道又要送出大奖了 赶紧拿出手机 点击微信发现当中的瑶瑶 进入到互动电视 等待识别123 让我们邀请来 好的 都市频道 都是由你 都是你的 其实都市频道我觉得也很感谢我们节目主 然后对我的赞样嘛 然后让我也很有压力 其实我那个人不是很会说话 其实我也非常感谢你们 对我这个新生活肯定 然后 因为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 所以说 我更晓得农村哪边辛苦 我也不希望 今后啊 年轻的 假如说我们都在一起 跟我再回农村 我也希望 虽然说我不能够给她 创造非常富裕的生活 但是我觉得至少一般的 或者说中等偏上的 那种生活水平 我还是能够保证的 并且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 她在叔叔和娘娘 你们走这么努力起来 把我研究拿本人 对我呀 故事上没有太多的要求的 但是 我还是要说一点 其实故事上 我觉得我还是有这个信心 能够帮助的 并且今后你们日老啊 上了年纪或者老了之后 也请你们相信 如果说我能够和严谨在一起 我一定能够合理来 调整你们 一些非常划算的语言 我不太会说 我只会说 我会认真地对待严谨 认真地对待你们 叔叔娘娘其实说了能够多啊 如果说叔叔娘娘 以及严谨 你也觉得 孝生那个人可信 我希望啊 然后我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我世界去接触 自己就拿着 不是 我是为了男嘉宾 沉海这个手法 人家爸爸 爸爸这个手是牵着 是舍不得 还是什么的 嗯 这估计阿姨在这儿还没嫁呢 还没嫁呢 还没嫁不要哭 还没嫁 还没嫁 谢谢啊 来来来 站到我旁边来 这妈妈像嫁女儿一样 还没嫁呢 还有机会反悔 还有怎么那么不矜持啊 哈哈哈哈 我来总结一下哈 我太开心了 这个就像我 两三年前路过一期的嘉宾 他们现在宝宝都已经好像快两岁了 是个儿子 大胖小子 我希望也看到你们那样美好的一天 呃 总的来说呢 今天就是开心的一天 呃 形容我 呃 此时此刻形容我的心情呢 就是我想看到 你们有一天也抱一个游戏宝宝 就是在我们凡人游戏 牵手成功的嘉宾哈 结婚的那天我们也会去拍摄 生宝宝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祝贺 我们希望有一天你们 今年 明年吧 明年 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游戏宝宝抱到我们面前 好不好 加油哈 你要加油 听到没有 好 你们两个都要加油 现在应该站到他身边来了 我也要退场了 祝福你们这一大家人 能够幸福下去 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结局 我觉得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相亲 不屈原覆势 不花里胡哨 这种门当户对的感觉 给人一种非常踏实 觉得这两个人是真正的在谈恋爱 真正的想去了解对方 男嘉宾确实有一些缺陷 但是他靠自己后天的努力 依然获得了幸福 依然抱得美人归 所以我觉得电视机前的你一定不要觉得自己不够优秀 只要你足够努力 你依然会获得你想要的幸福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 如果你也想寻获到自己的幸福的话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8615868 我们一直在这里为您服务 那么同时呢 我们要感谢周知福珠宝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不要走开非常精彩的真婚秀 等着大家 爱情好中取 以及我们的活动公告 凡人有喜 真诚相亲 绝不作秀 那今天会有哪几位会员跟我们见面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好 我叫蒋真妮 今年23岁 那我现在从事那个化妆师职业 我的性格呢 是一个特别开朗的女孩 平时呢 喜欢与人交接 但是呢 在同名女孩当中 我呢 我的性格呢 怎么说呢 要比她们显得稍微成熟一些 我的思想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的感情经历 我之前经历过两段感情 一段呢 是在大学的时候 一段呢 都是在一年之前 我们呢 记忆最深刻的一次啊 都应该是在我大学的那次年啊 因为啊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大家都是在校园里头嘛 很单纯 我们也在一起了两年多 最后啊 因为都是各自家庭的原因 而且 就是我的另一半的 还要去外地 所以说因此而分手了 我的责任标准呢 都是喜欢比较那种 起码身高是在178以上的嘛 然后啊 比较阳光性一点的 然后啊 平时生活中有幽默感 然后又在那些 又有担当 然后对人 对女儿啊 喜欢对家庭的温柔 比较体贴一点的那种 因为我觉得的话 一个家庭当中 那玩儿的话 肯定是主要的一部分 那么呢 在一个家庭当中 不过是对自己的另一半 还是对自己今后有小孩啊 他的责任性那块 都是比不可少的 因为男人也是 家里的一个定量座 很多事情都需要靠他支持 比如说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能够站得出来 不要想说头发鬼啊 直接住了 也不敢承担 如果他没得责任 先一天 就是说喜欢到处刷啊 对家庭没得责任啊 那种的话 一个家庭永远都搞不好 责任感那一点 是绝对比不可少的 当然其他我说的那些 也肯定也是 就是说也比不可少的 然后我爹 都算是我的一个自由标准嘛 大家好 我叫夏志祥 今年29岁 目前总是这个 汽车机油销售工作 我来自于乌龙的一个小山村 家里还有一个妹妹 现在我一个人 在这座城市里面打拼 在这座城市里面打拼 我的性格是一个很温柔 也很内向 也很安静的一个人 而且我的爱好啊 希望在家里看了电视啊 听了音乐那些 和朋友一起下去啊 而且我的脾气也很好 所以我相信 我跟另一半以后在一起过后 不会和他 原来不会和他吵架的 我觉得我是一个 很有上一心的人 所以我们老板 可以信任我 可以看着我 我相信能够跟 为了你的另一半 带来幸福 我们曾经谈过一次的恋爱 由于可能是 闹点笑话不懂嘛 和对方 因为对方另外一个 男孩在追逃吧 所以说我们都选择了分手 我理想中的另一半 希望他在一米五百以上 身材不要太胖 性格的话 就是两个人有共同爱好 活在哪 我希望对方是一个 善解人意的一个女孩 遇到某些问题 要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 至于他的收入的话 我觉得就不会再 可以在意那些 但是他自己有一份工作 最重要的是 我希望理想中的另一半 也是从农村出来的 因为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 所以说我觉得 在农村的女孩子 要稍微不现实一点 并且我的思想比较传统 我希望对方跟我一样 思想比较传统 不要太开放了 你好 大家好 我叫罗敬 今年23岁 身高1米58 来自从金币山 现在主要是在做淘宝店 是一名店主 我的性格非常外向 活泼和开朗 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 我比较优善那是 大大咧咧的嘛 然后还有一点路吃 在外面的话 我会经常找不到路 然后对朋友带朋友的话 我比较耿直 比较可 他们玩得开一点 我是一个蛮比较居家的人 学习在家 会做一些自己 会做一些小的料理 来犒劳自己的胃 然后平时也喜欢上网 看看其他地方的旅游环境 学习下其他地方的语言 像12年的时候 我去了香港 14年9月份 我去过泰国 今年3月份的时候 我也去了泰国 在泰国待了一个月 舒坦 很舒坦的感觉 我的感情今天就是 经历过两段 第一段 最难忘的那一段 是今年4月份刚分手的 他是一个泰国人 跟他我是在泰国旅游时候 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他非常的深思 也很温柔 在一起半年多了 然后因为父母的不允许 所以说我就毅然的放弃了 在4月份刚回国的那一天 我也跟他依然提出了分手 当时真的很伤心 但是现在我已经走出来了 也想开了 我的最后要求是 就是年龄是25多了 30岁之间 然后身高是1米70以下 那如果是个小孩也好 那就更好了 然后 还有就是他如果能喜欢旅游 也喜欢健身的话 我也非常的棒 因为我想找一个会健身的男朋友 会带我平时出去健身 然后我希望他的性格是 比较温柔 绅士 然后成熟稳重的男生 加上如果他会做饭的话会更好 那今天给您介绍的几位会员 是否您满意的呢 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告诉我们 我们会为您竭力地牵线搭桥 如果你没想来镜头前展示自己 也一定要告诉我们 我们会为您免费拍摄个人会员秀 方法很简单 拿着手机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微信号 然后通过真实姓名的验证 就可成为会员了 凡人有喜真诚相亲 绝不作秀 我们等您 她明明喜欢着她 却又为何惜字如今始终不愿与她说话呢 初次见面形同陌路 他们又为何双双出现在婚纱店 陈墨女孩的美丽婚纱究竟是为何而穿 凡人有喜之孤僻女的坎坷相亲路 精彩内容下期为您呈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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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